大家晚上好 我是德燃车的创始人 吴然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德燃车相声现场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我身边这一位新来的床员 接下来由他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晚上好 我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胎 车见车胞胎 连佳佳姐姐了都自会不如的管城镇 这到过年 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习俗 当然是红包 你知道为什么要给红包吗 这我还真不清楚 开心最重要 难不成你知道 瞧啊 我还真知道 今天就好好地科普一下 再说来天天 这古时候啊 在过年的时候 大人们认为小孩最容易受到斜碎的侵害 所以布尔用压碎钱 正压住斜碎 压碎压碎 压住斜碎 懂了吗 哦 原来是这样 过完年了 那你收完红包 那不得去商场那里shopping一番 那怎么样是可以shopping的嘛 那你shopping的时候 不会听到一些天贼呀 那你应该是说一些music的呀 那哪一首music让你最印象深刻呢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恭喜恭喜嘛 那你布尔来一段给大家活 那我就献丑啦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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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百年的一句话 也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诶 真配合 哈哈哈哈 呃 有点东西嘛 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谁 哈哈哈哈 但是啊 你知不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什么呢 啊 这首歌还有原唱的 那当然 这首歌的原唱 原型是 为了抗战的歌曲 接下来要不要我给大家献丑一段呢 要 呜 呜 Bian我 哪个外马坐 哈哈哈哈 oh 什么梦然不行 哎呀 作杯太口囚 作杯太口囚 哈哈 这次 bubbles 说完不错 玩在关 不错 a 大一点 你唱的还行吧,但是没有我唱的好 你最好啦 那是 我们这个摔品完了,那不得回家该吃点夜饭了 对呀 七大五八大一不得好好找你唠一道是吧 那肯定啊 你唠久了,不想唠了,咋办呢 没辙了 我教你一招,无论长辈们说什么,你就回答对对对就好了 还可以这样的吗 对呀,学到了吗 学到了 那学到 光光光光